无界新零售往下移 移到什么一乡一村一在 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其实我们的今日头条张一鸣统治已经先行了一步 我们在今日头条推了很多很多贫困县的这个县长 把他们当地建的那些优秀的土特产品 包含我们三农领域当中这些达人都在推当地各地的这个土特产品 事实上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 只不过我们没有在当地县设一个服务中心 设一个点不像阿里巴巴也不像京东一样设一个实体店 但事实上张一鸣真的非常非常牛 找到了这个店背后的人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什么用我们的短视频 在每个村培养一个什么自媒体人 培养一个短视频的人 培养一乡的人培养一个县的人 然后呢再跟这个县长达成关系 说我给你们这个县培养100个农村创业自媒体的这样的人 要比你们在这个县里开100家店要牛的多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所以当我今天听到了京东说我们要在全国建立三千四千多个线下的一个服务店 包含了村涛已经在五年当中布局了很多很多这个村涛店 我认为都不如我们的张一鸣同志 牛 因为他知道店的背后是系统 系统的背后是啥呢 人 人的背后又是啥呢 你得有工具吧 你光有人了 这个人不会用工具 也没有系统 没有系统了 你有个店也白扯呀 这四个逻辑人家一步到位 抓的是你每个村 那个小青年 那个能够拿起手机能够利用手机端社交化媒体工具的这个人来展示他这个村子 把这个村子的一切全展示完毕之后 这个村子里边的旅游啊养生啊养老啊土特产啊投资啊旅游啊全部就出去了 你看一看 现在我们打开今日头条 是不是正在扶植这些事情呢 所以诸位 如果你在你的村 你认为你的村还没有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你的村还是特别偏僻 还有一点土特产的这样一个产地优势 马上拿起手机 马上加入这个平台 也许你就是那一村一厢的什么呢 创富之主 带头人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享分析有关于创业投资营销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认真思考 谢谢 移ress 读ress 读 Powers 读 读